當然看起來現在馬政府方面 你覺得他們又採取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剛剛新聞有看到了 僵運長夫人寫了一封信 在網路上面很多人都在傳 當然也有很多人是覺得不以為然 不能夠認同 不過對於說我們如果來分 包括了對政治人物 對民黨立委或是對學生 現在馬政府是不是採取不同的管道 來進行對他們來做溝通 您的看法 我其實不覺得說馬政府 真的有在用心 在跟這些學生在溝通什麼的 因為馬政府現在第一要 因為他們其實也看到 這個學運退潮的情況 他們現在其實是比較主張 他們比較尋求的是 那種政治解決的方式 就是說用檯面上的一些 政治的手段去處理 他們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盡量避免幫學生去造勢 就是說盡量避免任何的作為 讓學生再度凝聚他們的 就是說在場內的人去凝聚他們 所以我自始至終會覺得說 他們會 所以冷處理 對 他不會用那種非常非常激烈的手段 去驅離或是怎麼樣 他甚至也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當然官員也不會到現場去 因為到現場去等於就是幫他們造勢 當然就是要冷處理 然後另外一方面的話 就是除了這個的話 就是要降低他們的行動的合法性跟合理性 比如說今天不斷的釋出來 就是合法性的問題 當然就是政府講了很多 就是說你這個佔領是非法的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個合理性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不斷看到 就是有非常多的法案被延宕了 然後就是比如說像我可能就切成相關 就是那個什麼減稅 那個夫妻結婚懲罰稅那個 可能我們就65萬人當中 我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 那藉由這個東西來喚起民眾說 其實你看他們站在那個 會有很多的麻煩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另外一個方面的話就是 他們會自己就是開一些 已經有一些進程的東西 來跟民眾講 其實我們已經有做了 比如說他們那個經貿的國事會議 已經在籌劃當中 另外的話就是 他們那個修法的工作已經提出來 就是監督條例的那個東西 然後拖到最後他再來看看說 是不是有可能讓支持逆轉 然後讓他們自己有一些衰退的情況 至於對民進黨來說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民進黨他不是永遠在理的黨 他是一個準執政黨 他準執政黨的同時 他一定要滿足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不管他兩岸關係怎麼做 他外交關係怎麼做 他一定是要看美國人的臉色 所以說美國人怎麼講非常的重要 這兩天美國已經有一些表態的狀況 我覺得他們雖然嘴巴很硬 說這個其實沒有施壓 但是有沒有我們其實看得很清楚 第二個就是說 兩岸政策加他們上海之後 他們也不能夠完全不顧 所以他們一定也要在這個地方尋求解套 所以說我們 我們之前可以看到一個例子 就是美牛的案子 就是美牛案子 那時候他們打得非常激烈 但是最後也是傳出來說 美國去施壓 結果他們就等於說 半放水的方式讓案子過了 其實這次的狀況也很類似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今天下午 今天已經傳出來一個消息說 民進黨有提出來一個縮帖 說他們並沒有全面的反服貿 他們只是說 只是說希望尋求一個解套的方式 他們尋求解套的方式是說 先立這個監督的條例 然後這個監督的條例 通過之後讓服貿協議適用這樣 但其實這個也是超出 超出學生的訴求的東西了 就是說民進黨現在 當然之前他們甚至喊的 我不曉得 小莉記不記得 就是說他們喊的比 學生喊的還要 還要那個什麼 還要激進 就學生還沒有喊說 退回到 退回對岸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就已經喊說 要重簽 然後要退回對岸 但是那個什麼 學生喊的只是說 我們等到立法之後再來出 只是先退回 學生並沒有喊說 退回到對岸去 那現在來看起來的話 民進黨這個態度的轉變 的確是有受到美方的壓力 好 接下來會怎麼樣來處理 我們大家都是很關心 今天非常謝謝你 來到現場問我們的分析 謝謝您